嗨 今天要怎麼樣 好 好 來 不要這邊了 不要講台了 稍微講幾句廢話 就知道你們打 好 那今天這個要講連鎖 就是連鎖 然後等一下還有連鎖扣鞋的教學 什麼是連鎖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就是同一個時間以上 就是一定順序處理的兩個以上的教學 就可以交連鎖 那只有一個效果就不能成為連鎖 就你只發了一個效果的話 就不是連鎖 代表像什麼 一隻小 羽毛小鏡1L9就不能跳出來 它的效果好像 有連鎖 發生的時候它可以上手拍特種 對 然後你三速效果可以接三速效果 二速可以接二速 一速 一速不能 其實不能接一速 一速會起發動 基本上這樣 然後你 二速可以接一速 三速也可以接一速 但你二速不能接三速 基本上就這樣 然後即時優發效果 它們都是二速 但是 有一種 就是上次有講過 有一種一速的效果 它在廢工太區的話 它會變得很像是 即時優發效果就是二速 就像什麼光天使座之類 然後 除連鎖的順序 然後第一個發動的效果 它會叫 C1 就是 C1 不知道 C1 然後接上去的效果 就等於叫 C2 之後接接6 C3 然後到後面 C3 就是 C1 它處理效果是反過來處理 不是 就是 如果123 連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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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同時又發的效果 就是以 回合玩家必發 被回合玩家必發 回合玩家選發 和 被回合玩家選發的順序 才連鎖 就 比如說兩個必發 你的 就是 我是回合玩家 然後另外一個不是 這樣 我就好在C1 對於是我就好在C2 然後 接下來就是 看選發 也是回合玩家 要發的話 就要選發 然後被回合玩家 才能選發 這些有那個問題嗎 遇到 遇到這種情況 就是 什麼東西 可以選發 什麼東西 不能選發 這種問題 什麼跌拍 什麼跌拍 對啊 這個其實 有時候也會搞錯 記得這個順序 這個蠻重要 這樣 好 然後 欸 什麼 我還好 然後 優先權 就是你使用那張卡 沒效果就會失去 有一個權力給對手 就比如說 你發動那張卡 然後對手 你要問對手 要不要發動卡 不然在這之前 你不能發動卡 就是 對 這樣 都這樣 就是 一片連鎖都要這樣進行 然後當雙方對方 是優先權 就是連鎖的結束 就比如說 就問你發什麼張卡 問對手要不要發 他說好 我們要發 然後他就發了一張 然後 對手就問你 是不是你要不要發 然後你說你也要發 然後你又發了一張 所以現在這三個連鎖 然後 你知道對手 你要不要發 他對手說不要 然後你也說不要 的話 這個連鎖就結束了 就是你們就放棄了兩次優先權 對 就是一人各放棄一次 無論從誰先開始放棄 就各放棄一次 但是連鎖就結束 然後就開始處理連鎖 然後還有 所謂怎麼自排連鎖 就是有附屬效果 又把 玩家可以選擇如何排去 然後 必發可以跟必發排 選發可以跟選發排 然後必發現在選發前面 最常遇到的應該就是那個 海狂吧 海狂跟鯊魚 就是 鯊魚丟兩隻海狂 然後你排連鎖 因為海狂全家都是必發 所以排王排在前面 然後鯊魚丁會是最後一個 對 所以 所以他們排連鎖 比如說一個重裝兵 跟一個狙擊兵 還有 還有你用鯊魚的效果 自己撤到出來 所以鯊魚丟掉重裝兵跟狙擊兵 然後 這樣排連鎖的話 就是先跳出來之後 目的有兩個效果 自己選擇哪個要連鎖 被哪個連鎖 因為他們都是必發 所以 目的有兩個 叫什麼 重裝兵跟狙擊兵 他們兩個要先發動之後 你才可以發鯊魚的效果 所以 比如說你重裝兵連鎖1 聚擊兵連鎖2 然後鯊魚要發的話 就要連鎖3 對 然後 然後 你也可以反過來 就是 聚擊兵連鎖1 重裝兵連鎖2 然後 但是 鯊魚還是一定要連鎖3 因為他是選發 他一定要在必發後面這樣 然後 自拍連鎖有什麼 功能 就比如說 就是可以躲神通 或用微兔 或會流之類的東西 就比如說你 欸 有什麼比較好 那個 恐龍場地好了 恐龍場地 恐龍場地 恐龍場地跟偷彈龍 偷彈龍 偷彈龍通招成功的時候 會又發一個效果 抓到一張牌 或者是買一張牌 然後恐龍場地 召喚特招成功 恐龍怪獸可以生一個Token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自拍連鎖 選擇恐龍場地連鎖1 對 偷彈龍連鎖1 恐龍場地連鎖2 這樣你的偷彈龍 就不會中 幽鬼突破的會流了 就這是一個自拍連鎖的這種應用 一般都用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 可以躲一些招 這樣 對 還有像帝王之類的 他連鎖1 田地 連鎖2 那是什麼 開眼 這樣你就不會中神通 對 還有 然後還有那個 像 令旗連鎖 然後這個令旗連鎖好像是 就是比較容易發生問題的 事情 就是 對 他是基本上就是 你在三個動作滿足 效果條件就會發生 然後還有 選發 實選發 長合 還有必發 基本上這三大類 然後 選發 基本上就是你 最後一個連鎖 滿足的條件就可以發動 那有些效果是分斷處理 就會 讓這件事情做不到 比如說 你用哥布林飛機 帶特招一個 空氣很好 的效果下來 這樣子 那空氣的黑發效果 好 哥布林飛機效果是 特招一隻怪獸 然後這隻怪獸轉手 就是 哥布林飛機自己轉手 如果 他帶空氣的下來 這樣空氣的黑發效果 好 對啊 結果應該就是不行 因為 就是 你最後一件事情是 哥布林飛機轉手 不是 通常 不是特招空氣的這件事 所以 實選發在這個時候 就是不能發動 就是分斷處理會造成一些 這樣 沒辦法發動的實選發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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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合選發的話 只要上個動作 或是連鎖串中 任何一個滿足條件 這情況就可以發動 呃 就是 就比如說 同樣的也是英雄 有張卡叫 任務女郎 他就是場合的選發 你用 哥布林飛機員帶他下來 他也是可以發的 發他的效果 就是 特招成功的時候 抓一張那個 什麼 變 變身的速攻 速攻的發卡 對 他的效果 欸 勸舉的速攻的發卡 好像 會抓很奇怪的吧 然後 對 反正只要滿足這個條件 就可以發動 呃 就是場合選發 跟實選發 分別在這裡 啊 實選發好像 有些動作也可以啊 不過像 比如說你實選發 從場上送牧師 可以怎樣怎樣 你如果把它拿去做為 召喚的 怎麼講 召喚的 召喚的手續 就比如說 技招或同步 或者是超量 或者是 超量基本上有可能 反正是 同步或者是 融合也不行 融 用規則的比較好 講規則的好 就是 技招或者是同步 還有link 這三種 就是場上送牧時 可以發動的話 這些是不能發動的 因為你 送牧下去之後 你還有做一個 這個召喚的動作 所以 基本上這樣 你就不能 出力實選發 對不對 然後最後還有一種必發 必發就是 跟選發的 場合選發的情況下是一樣的 但是 你的必發就是一定要發動 但是他跟場合選發還是有一點差別 就是 比如說你場上有虛無空間 那你的 大劍被破壞了 這樣子你 大劍 要不要發叫我 就他叫我自己特掌 在這幫我 被破壞 要自己特掌 那這樣要不要發 發 發 對啊 但如果大劍是選發的話 這樣怎麼能發 可是他不是 對啊 那就是 假設有一張卡車選發 長車選發 那這樣可以發嗎 或死選發也不一樣 這樣 團結論就是這樣不行 但是 必發的話就是 一定要發 就算 他做不到這件事情 他還是可以發 對 所以必發就是這點比較特別 其他應該沒什麼差 好 好啊這個 接下來等一下再講 來我們請 扣鞋大師 在遠慶上台講 好 現在我來講 連鎖扣鞋的部分 那 這一副牌是我在今年就是 春季育選的時候 打到一個八強的牌組 然後是 六勝一敗的部分 那 其實 全部打下來 大概也就只有 就是七輪瑞士自己也只有輸過 那兩小場 那 其中一盤是 因為自己 規則 不熟悉 輸掉 這個等一下還會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就是 這是我 那個時候打比賽的 扣鞋牌組 那 在扣鞋的牌組的 基本架構就是 以 每一張卡 打一千 為基礎 來 組的一個牌 所以 只要你去 找 就是有關於 扣鞋的卡 它只要有辦法做到 就是一張卡 扣一千 或一千以上 那這張卡 就是可以評為一個 合格的卡 它就可以放進牌組 然後再加上 很多的抽率 跟各種的檔史卡 所有組成的 這個套牌 對 那 在 我打比賽的那段期間 最流行的牌是 十二手 那我們都可以知道 十二手 其實它 對於 呃 後台的 壓制力沒有那麼強 那大部分的壓制力都在 前台的部分 所以 我減少了很多前台的 卡片 那大部分都是放入後台的卡 那 跟一般的扣鞋卡 卡組不同的地方是 我有放 殺成的防護罩 那其實這張卡 是我自己在打十二獸的時候 我自己放在背盤裡的卡 那 我後來發現 這張卡不只是 就是它對於十二獸的 載制力壓制性是非常強的 那而且 最好笑的事情是 我有一盤的對局是 在用絕對王的效果 然後 它有一個效果是 在對手回合移除它 然後可以把 牌組最上面一張翻開 如果是 通常陷阱的話 把它蓋到後台 那這個時候呢 它進戰階的時候 我就發絕對王效果 然後把防護罩亮給它砍 然後蓋到後台 然後它就直接過了這個戰階 它就不打了 對 所以 就是 因為我放這張卡的關係 讓我賺到了 就是比放和睦跟威跑 還要更大的效益 對 那也是就是 破解一般 市面上就是有在流傳 當死的時候 跟 呃 扣血打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 就是很大量素材的豬 做直擊 然後把我們的 牌全部都送木 的這個打法 那 剛好我這張卡也是 打破了這個說法 這樣子 對 而且 再加上 他們如果12個素材的豬 被蓋起來的話 其實 12時候要再把 就是他們的資源 再重新回收回來 又要一段時間 所以這樣子我就可以 達成說 就是 我要拖 就是拖 拖慢整個戰局的 這個節奏 這樣 好 那 就是 對 本節目由 市場最低價的是我 然後笑臉 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贊助了我 那個 他贊助了我 數學家 然後中全 他贊助了我很多 就是有關於扣血卡 當時在組卡方面的問題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講怪獸的部分 那首先是 就是 手摩弧這張卡 他其實非常的厲害 他 效果就是 反轉 的時候 雙方手排全部捨棄 然後雙方各自抽 那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種反轉效果 他是在 什麼狀況之下 會發生 就是 一個是你自己翻開來 那 你自己翻開來 你要承愛的風險 就是被揮流 對不對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 所以我就理測他 那 當對手的 任何怪獸 攻擊他 的時候 我們在 傷害的 呃 傷害步驟的時候 他會翻開來 發效果 那這個時候是 揮流不能丟的 只會吃聖杯 那剛好在 當時其實放聖杯的 放在正邊的人 相對來講少很多 所以這也是一個優勢這樣 那 在現在的環境 可能會比較不適合 因為像 恐龍他的老大 或者是 呃 比方說像真龍他們 可能會直接把你炸掉 就會比較不實用 哦 對了 要順便提一下就是 現在這部牌是 比較困難進 進到賽場的 因為 有鬼術星的存在 再加上 其實這部牌他會比較怕真龍 就是針對後台的 這種狀況 他的 抽牌的方式 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厲害 對 好 所以這就是 手模糊的部分 這樣 好那 這張是 我自己認為就是 在 打的時候 最多人問的 一張卡 那 其實 我們可以 就是 我自己在打的時候 我發現說 當你打的牌 是對手不熟悉的牌 而對手的牌 是你非常熟悉的牌的時候 你就 取決了一個 絕對性的優勢 因為對手不知道你在幹嘛 可是 你對於對手 可以打出的戰術 你卻一清二楚 那只要你 能夠一直 讓對手問說 你這張卡的效果是什麼的話 其實 他就會完全 就是 對你的戰術很不了解 那 絕對王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因為他的效果非常複雜 好 我們來看 那第一條效果 對手的回合 可以把目的的直卡除外來發動 然後翻 我方牌圖最上面一張卡 然後那張卡 如果是衝藏陷阱的話 蓋到我伯方 場上不設化獸木 那這個效果 蓋的卡 可以再當回合發動 所以我最常 用的方式就是 用絕對王 他來翻 就是 那第二個效果是 調度 順序 就是直卡送木的場合可以發動 然後確認我方最上面的三張 用喜歡的順序放回去 那我自己最常打的方式就是 這張卡 他送進木地的時候 我先把 一些 我想 下一個回合 比方說 我的手牌他缺防守卡 那我就把防守的 比方說 防護罩系統 或者是像 和睦威跑這種卡片 那把它放到第一張 那在對手進戰機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發 絕對王的效果 來做一個阻擋 而且也不用怕說 就是 重於少該怎麼辦 對 那 那 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 那 基本上絕對王的效果就是 你缺什麼 你就放什麼 而且 你發完效果之後 你等於 綠了最上面一張卡 也就是說 你可以決定 你下一回合 你要抽什麼 你把它放到第二張 那 我最常的方式就是 我第一張可能放檔死的 那第二張我可能就放密消 或者是強灘這種 就是 可以補牌的卡片 或者是 在那個時候 如果我說 剛好三張都沒有辦法 就是 是通常陷阱的話 那我會 就是決定說 比方說 這張魔法 可能是我 目前的手牌 是不需要的 或者是這隻怪獸是我用不到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丟進目的 對 好 那 超電磁規 這個大家應該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其實它也就是 就是 擋死的一種 那它其實 配絕對王也有一個 效果在 就是 你也不用怕它抽上手 對 好 那數學家 此卡召喚成功時 可以發動 從我方牌組將 一體等級4以下 怪獸送目 那 我拿來買的東西就是 像 超電磁規 或者是 絕對王 對 然後這張卡被 帳獲送目的時候 可以從 就是 從牌組 抽一張 那 最常打的combo 大概就是 比方說你開完了 呃 比方說 像一時休戰齁 那那個時候 場上通常都會有翠玉 那我打翠玉 對手的龍也不太會發效果 對對對 就是因為對手不知道我在幹嘛 可是其實我 補牌效果可能就只有這一張 可是它卻不會針對這一張 來進行壓制 我覺得這也是 就是你打的牌 是對手看不懂很重要的部分 對 然後魔法部分 連鎖爆擊 它連鎖二以上的時候可以發動 給對方跟 就是此卡發動的連鎖數 乘以400 這個 這張卡其實比較複雜 那 在這個連鎖串上面不能有附數的卡名 要不然就不能發動 所以 意思就是說 對手可能做了第一件事情 比方說像龍龍卷拆了你的後台 或者是他自己的後台 whatever 然後你就接了可能一大串油而沒的連鎖之後 你最後就開這張卡 那這張卡它最特別的是 它說的是 連鎖串之前不能有附數的卡名 也就是說 你在這之前 你開了一張連鎖爆擊 可能在連鎖3的時候 你開了一張連鎖爆擊 可是他只會看他前面的東西 這樣你了解嗎 有聽得懂嗎 好 那 再來就是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一張卡 千尊的契約 那他 出 對 出 他發動磁卡效果處理的時候 雙方失去一千點 而且 各自從牌組抽一張牌 那 他最特別的是 他的寫法是寫失去 而不是寫 扣 有知道這個差別嗎 講具體一點來說的話 就像一時休戰 雙方都不會有任何的傷害 可是他是失去 他並不是傷害 OK 那 像 命銷的王牌 他也是對手這回合 不會受到你任何的傷害 但是因為他是寫失去 所以 他會持這一千 理解 好 那 再來第二點就是 雙方必須持續公開 就是 持卡 魔法卡 就是他在後面的時候 期間抽到的所有卡片 那 這個時候 你可以知道的事情 就是 你可以確定說 對手抽起來這張卡是什麼 他接下來 對你造成的威脅在哪裡 只要你夠了解 對手在搞什麼鬼的話 那 你基本上 你可以很輕鬆的 預測說 就是他下一回合 可能會錯什麼 對 然後 以植卡 效果 將手牌的魔法卡 公開玩家 不能把怪獸通招 也就是說 他如果要通招的話 他必須發動 他的那張魔法 就是抽起來的魔法 他只要是公開的魔法 他就必須發動 或者是蓋在後台 那 會造成的狀況就是 他的場上的卡片會變多 或者是 他有一個限制在坑 你就卡他的格子 對 大概是這樣 那 他 比較可惜的是 他如果被丟灰流的話 就不會 有那個抽牌也不會失去 對 就 這個是比較尷尬的 而且 他會卡自己的後台殼 所以 相對來說 可能會 使用上 會比較需要一些技巧 對不對 好 那 一時休戰 雙方抽一之後 都要下個回合結束 雙方受到的傷害全部為一 那 我剛剛除了像 數學家這樣子的打法之外 我最常用的就是 開完一時休戰 因為他自己本身帶有 和睦的效果 所以 除了 數學家去自殺之外 你可以勇敢的下 絕對王去敲他 因為 反正你都不失傷害 對 然後像電磁龜這種東西 你也可以很安全的 就是下去敲他 都不用怕 因為你就是不失傷害 OK 好 那 限點部分就是 像 威跑 這個回合 對方不能做攻擊宣言 那 這張卡 就是影響了我 跟王松生打的 有一場 他就是禁咒死了 那個時候 狀況是 他一隻蛇手的豬 攻擊宣言 然後那隻豬的攻擊也有兩千八 那 那個時候我的後台有 呃 那個叫什麼 夜火防護罩 那 還有另外一張是 爆彈 反正就是也是扣血的 那如果這兩張開成功了 我就贏了 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理所當然的 先開了 夜火防護罩 然後 他就接了我身為一頓 讓我嚇一跳 因為我認為 我認知的 蛇手他們就是 在跟我打的時候 應該會把所有就是 會扣血的 東西 全部下掉 可是他沒有下掉 然後我就嚇到 對 然後那個時候 我的旁邊還有一張威袍 然後場面是空的 這樣子 對 那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 我開了 呃 像 夜火防護罩 可是被他無效 所以這兩千八五是一定要吃嘛 對不對 可是 他場上還有其他的怪獸 他其他怪獸 打完之後我才會死 所以 在這個時候 因為 那個時候 腦袋有點亂了 所以就沒有開 這場威鶴的咆哮 所以我那一盤就輸掉 對 就是插在這邊 那 因為 那時候也不太了解說 就是 攻擊宣言的 就是 他的 時機到底是什麼 對 就是 對 我那時候的認知就是說 對手 攻擊宣言之後 應該就是 直接就是 進什麼 處理階段 然後處理完之後 優先權又回到他的身上 所以在 這個時間點 就是 我的夜火防護罩 被無效的時候 這個時候 不知道連鎖威鶴很好笑 擋住他那一波的攻擊 他一行結束的時候 我就贏了 對 就是差別就是在這裡 就是 要很明確的知道 就是 威嚇跑笑他的時機點 是 有限制 而不是像 和睦這樣子 就是比較彈性的 對對對 好 那 為什麼會放 威袍跟和睦 就是這種 不一樣的卡片也是 因為 連鎖暴擊的關係 假設 你今天蓋了五張後台 那 你如果是 威袍威袍 然後兩張不一樣的卡 跟一張連鎖暴擊 這個時候對手 C1開與少 那 你可能C2扣血 C3扣血 C4 威袍 那 你的最後一張卡 也是威袍 那這樣子的話 會造成就是 你連鎖暴擊 會少扣的部分 所以 我的配置就是 偏向 蛤蛤蛤蛤這張 對 就是為了湊那個連鎖暴擊 它有辦法在 對抗 威袍這張強力單卡的時候 有更加卓越的效果 對 好 那 荷墨死者 就是很簡單 它 造成的傷害0 我發覺說 不會被彈破 所以要注意到的事情 是你場上的電磁龜 或者是絕對王 這種東西 如果他們在場上 他們都不會被打死 他們會一直停留在 就是場面上 對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比較不喜歡的部分 就是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越早進目的越好 在檯面上 很有可能被對手貼蛇 然後就打去 不知道哪裡去了 就是比較危險 所以這種東西 我都是 會比較希望 就是主動下來 去捶別人 就算自己扣一點血 無所謂 因為最主要的是 他們的每一張單卡的效果 都非常強 就是一定要想辦法 發到他們的效果 把他們價值最大化 OK 好 好 導彈三人組 他們很兇 好 一手會表示 特招三個導彈Token 然後 不能 拿這個效果 來 升級召喚 OK 然後這個 代幣被破壞的時候 對手扣300 喔 那 其實最可惜的事情就是 因為link這個東西出來 他可以被拿去link成蜘蛛 所以 你丟過去的導彈 可能會變成 一隻蜘蛛 兩隻蜘蛛 三隻蜘蛛 然後 他就變成 變成 莫名其妙的解碼者 或什麼東西了 不知道 whatever 反正就是 這張卡 他目前的效益是比較低的 有相信 就是 之後 他們主推link之後 這張卡應該會完全消失 那 當然 他也是還是有厲害的地方 比方說 當你對陣上恐龍的時候 那 其實恐龍 我們都知道他的協調 可能 比較常見的就是光龍星跟 那個小火龍的部分 對 那其實在這些 就是協調 出完之後 你開這個導彈三人組 其實還是 很有卡格功效 尤其是 他 場上有一隻 可能偷彈 有沒有好 那他地真龍 發酵 炸兩顆蛋 然後 你這個時候勸 導彈三人組 他地真龍跳下來 然後旁邊三個 白痴 然後 他的兩顆蛋就這樣 沒辦法跳東西出來 他可能就會蕩 對 那 那個時候我在跟蛇獸打的時候 也是 很常發生的狀況 就是他們做了一隻龍 跟一隻翠玉 那 打 然後 下個回合可能又下一隻馬劍 然後又可能疊成什麼豬之類的 打過來之後 中沙塵防護罩 他這個時候想說 幹 我龍 就炸一隻翠玉 然後我晚一點 就可能 用什麼匯局之類的 再想辦法跳東西出來 那 在這個時候我就會發動 就是 他們兩隻蓋起來之後 我開導彈三人組 他藏到五個格子都 全部被卡滿 那其實是可以拖他 好一段時間 因為他 要寫的話 他必須發動匯局 或者是機流浪或黑洞 或者是快速黑洞 等等的這些東西 來解掉他自己 就是造成的這些檯面 對 所以 而且 再配上就是 制裁的天品 這張卡 他也是一個很神奇的卡 你看 那我自己 手上加場上 比對手卡少的時候 可以發 然後對手 場上的卡片 幾張 我就可以 就是按照那個差額來抽 對 那如果說 我今天把所有的牌 全部打乾了 因為像 我有放很多那種 目的支援的東西 比方說 絕對王或者是 電磁龜 這樣我可以很確定的知道說 我 絕對王會幫我賺一張牌 那 電磁龜可以幫我擋一回合 也算是抽一張牌 那這樣子 再加上 天證 他抽起來的東西 這樣子 我們要打下這個 match其實是 相對來說 會比較簡單 而且再加上 導彈三人組的關係 就是 你如果一張天證而已 然後配上對手 三個導彈 就這樣 什麼都不做 你也可以爽兩張 那對手如果下老鼠 他發效果 然後可能 生了一堆有的無的 出來 然後可能後面又有天積 哇 那這個一抽起來 就是 對手就知道 他應該快跳 對 真的 好 再來是 堆積上的幸福 這個是 比較早期的叩切卡 在 牆湯跟 命銷 還沒有出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絕對王其實也 沒有 沒有 就是太多人去注意到 他可以配數學家 來買 所以那個時候 大部分的打法 就是像 牆育之瓶 或者是 八泰屋之函 這種 抽一的陷阱卡 然後配上 連鎖報警 跟堆積上的幸福 來做 血量的壓制 對 那 這張其實 他就是算 一個抽兩張 也就是陷阱版的 牆灘 只是他的條件 很困難 就是在連鎖4以上 可以發抖 那 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 我自己打扣血的時候 我遇到的狀況是 當我的後台越多的時候 對手感受到壓力越大 因為他不知道我在幹嘛 他不知道我 後面的東西 到底是 打死卡 還是 干擾卡 或者是 抽牌卡 這種 所以 但是你又為了堆積上的幸福 可以抽兩張 所以你把這些東西 一口氣全部開掉的話 對手的壓力會瞬間解除 這也是我 比較不喜歡放這張卡的原因 對 那 而且這張 他只有抽兩張 他其實 講明白一點 就是 晚一個回合 多賺一張牌 那 這張卡的 效用 其實相對來講 我認為會比強灘跟命蕭還要低一心 對 好 那 再來是 這部牌 唯一可以干擾對手的卡 那 他就是 破壞輪 那 對高清楚 那 一回合只能發一張 反正他限一 所以你的牌股也只會有一張 那 在對方的回合 可以選對方場上 表色表示一體 攻擊力 發動的時候 在對方生命值以下的怪獸來發動 OK 然後那隻怪獸破壞 然後 我自己先扣這個傷害 然後 對方再受到跟我一樣的傷害 那 在當時的 環境之下 其實 比較強詐 應該是 馬剑或者是有素材的 十二獸的超量怪 那 其實他的判定是 在目的的時候才判定這隻怪獸 的攻擊力 所以 如果是 有素材的十二獸怪獸 他被破壞到目的的時候 其實都是零 對 那 這張卡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他發動的時候 他的條件是 對手的血量必須高於那隻怪獸 這個 前提就是 可能對手有兩千點的血量 然後 他場上有一隻 蛇獸馬劍 那這樣子是一千六 這個時候你C1發破壞 但是你C2可能接一個機關槍 這樣子是可以的 就是 對手都會被扣死 OK 他只有管發動當時 好 好 自業自得 對手場上一體怪獸 就給對手 500點的生命傷害 他的怪獸的算法 跟另外一張扣血卡 停戰協定比較不一樣 停戰協定它是說 雙方場上的效果怪 一體就給對手 500點的生命傷害 然後 里特怪會全部翻開來 然後效果不效 那 這張卡 它是只算怪獸 就給對手扣500 那 請問 這張卡目前最大傷害是多少 3000 3000 因為現在多了一個 3500 惡愛連結 惡愛連結 對手 惡愛連結 3500 就是對手如果是那個什麼 心碑有沒有 他把 他連了一個U 然後再 生了兩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在旁邊的話 這樣最大的 傷害就是 3500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就是扣血 他最基本的 嘗試就是 一張卡要扣到 1000 那這張卡可以造成 3500 的最大傷害 那 你就必須去 找那個 最大傷害的時間點 比方說像 可能 蛇手 蛇手 當時 是五格 那 可能 下一隻老鼠 然後拔一個柱才 飛一隻老鼠 然後這個時候 你再送他三個導彈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張卡 最大的傷害 2500 這個時間點就可以發頭掉 對 那 最尷尬的情況 可能就是 你太急 比方說 像他 你可能三個導彈送給他 但是 你卻沒有問對手 有沒有 就是在 特招成功的 當下 有沒有 卡片要連鎖 那 這個時候 你如果自己 就是 打開自業自得 但是還在特招當下 對手可以連鎖 機油 把他怪充掉 那我們都可以知道 其實每一張卡片 他 處理完之後 都會有個自由時機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可以等 過了那個時間點之後 再發動這些卡 其實 對於 目前 我想到的情況 應該是 不會有影響 除非是像 有一些 解放自己場上 怪獸可能會幹嘛的 對不對 少數 少數卡片 目前應該是 沒有 好 隱藏式機關槍 對手場上 跟對方 手上 卡片 合計數量 才200傷害 那這張卡最大傷害是多少 有人 想得出來嗎 80張卡 蛤 60張都上 對啊 60張都上 但是實際上不可能 也就是說 這張卡的傷害是無上限 對 這張卡的傷害 基本上是 呃 就是可以扣 可以一張卡扣死人的 但是 正常扣血牌 做不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 沒有辦法讓對手 就是 無限手台 你不可能 就是讓對手丟G之後 然後把他抽 就是抽馬 這樣子 所以 這個也是可以 就是去思考 當然你在發動這張卡片的時候 你除了達成 就是 一張卡扣一千以外 那你可以多補到的東西是什麼 你今天這張卡如果 是扣兩千 那是不是 下一張卡 就不一定要扣血卡 對不對 你原本要八張卡可以贏 可是你今天用四張卡就做到 這件事情 就可以代表說 你比其他的一般打扣血的玩家 還要厲害很多 因為 一樣的對局 他要花到八張卡片 他才會贏 可是你花了四張你就贏了 懂意思嗎 好 再來 內藏式爆戰 給對手場上 乘以三百分的傷害 然後這張卡被對手 破壞壽木的場合發動 給對手扣一千的傷害 那這張卡的最大傷害是多少 對每一張卡我們都要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張卡的最大傷害是多少 那 現在 令可格一個U 所以這樣子是7嘛 然後再加上後面5 對不對 這樣子是12 然後再加上一張場地13 對不對 13乘以三百是多少 三千九 那 如果 這個時候對手剛好滿場 可是他開雨掃怎麼辦 他開雨掃 那第二條效果也會發抖 所以 這張卡 單卡最大傷害就是四千九 在對手滿場的時候他開雨掃 他可能就拜拜 對 你可能就是只需要兩張爆戰 你就可以一下這個對局 雖然 目前來看的話 恐龍或真龍或者是鬼術星 應該都是很難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在開這些卡片的時候 也可以仔細去思考說 就是這些 他的最大傷害到底是多少 在這個對局之中 我們能賺到最大的傷害是多少 對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有阿拉 有阿拉 好 可以阿 先勾 我還想要講比賽 對 真的 我沒救我們 吃嗎 吃的 吃嗎 你可不給我